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刀要耍得快才能发挥攻击的作用 刀树中的奔跑弹跳动作很多 这样耍起来就显得灵活 威猛 下来我们介绍剑 剑是我非常喜欢的兵器 剑比刀轻 而且它的两面非常的锋利 所以不能够接触身体 也不能像耍刀一样在身背来回旋转 拿剑的时候 手指手掌和手腕的转动收获 都得非常的灵活自然 这样才能够做到剑人合一 剑术注重敏捷轻巧 力点多在剑尖 耍剑不能像耍刀那样大劈大砍 剑术必须刚柔交替 要求步伐轻快 初剑洒脱 下来我们介绍枪 枪被认为是摆冰之王 是古时候大将们起码交锋时所用的兵器 枪术以冲刺的动作为主 这动作看来容易 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 他要求出枪时直线向前 将全身之力通过枪杆直透枪尖 耍枪的人功力如何 主要就是看他能不能做到力达枪尖 练习枪术的人 对于枪头所绕出来的圈圈也很讲究哦 枪法一流的人一定适合会以枪头绕圈圈的 看过了枪术 让我们看看另一种常见的兵器 棍的威力吧 棍树勇猛泼辣 舞起来有如大雨倾盆 气势非凡 棍树的一大优点是 不论对方离你很近或很远 只要你挥棍得大 就能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